農曆新年有不少人 都會到大埔臨村拋寶蝶許願 臨村今天舉辦第一屆拋寶蝶比賽 吸引近60人參加 由伍武連帶我們去看看 這位拋寶蝶拋得很下力 那一位亦叮噹碼頭 大家出盡全力 爭取拋寶蝶大賽冠軍寶座 獲得冠軍的周先生 拋到7米高 有什麼秘訣呢 沒有 我想是撞彩 不過是看好角度 看在哪裡沒什麼樹葉遮住 才扔上去 師傅教 師傅教 就捲著它 捲在一起 那就不要容易翻開了 那就阻封了 扔上去就容易一些 看完實力比拼 參加團體鬼馬大賽 穿上其裝二服的參加者 亦都很有看頭 這隊更加自製戰衣出戰 通常香港朋友都是中國式 所以今天我和朋友 全部扮成美國英雄 這樣我覺得 將中西文化交流是最好的 冠軍的這一隊用植物做服飾 又用側泥的樹芽做拋補碟工具 希望宣傳環保意念 現場有不少市民棺材 更加不時團黎寬呼聲 大埔林村第一次在許願廣場 舉辦這個包補碟比賽 吸引來自五個地區超過60人參加 未來亦都會在每年的 林村許願節舉辦期間舉行 亞洲電視記者五穆蓮報道 這位是 有不少市民棺材 都會有很多市民棺材 我們往前走